台中巨蛋已經流標多次了 雖然追加到九十九點九八億 但是昨天第七次招標仍然是流標 儘管領標的廠商有二十五家 不過最後還是無人投標 師傅表示竹音是工法複雜 廠商必須要長期來規劃評估所導致的 未來將成為指標縣市內運動場館的 臺中巨蛋 去年五月起到今年一月 已經六度上網招標都流標 師傅表示為了因應原物料漲幅和人力成本 衡量物價指數之後 將預算一次性的追加到九十九點九八億 但八月一號的第七次招標還是流標 台中社府表示巨蛋工法技術複雜 廠商需要較長評估其成來整合各項意見 才導致再度流標 也會儘快請設計單位補充資料 給予合理的等標期限 但預算已經近百億 還是沒有廠商投標 引發藍綠議員議論 藍綠議員認為是否應該加強看業界交流意見後 再重新招標 也優先一再流標會讓市民失去信心 但學者認為廠商之所以沒有投標的意願 問題在於巨蛋的地點不佳 而且地漠不符 你應該找一個人群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就是又有一些空地 在那個地方類似等於是相輔相成 而不是各做各的 他跟周邊的環境屬性 事實上是不相容的 學者認為除了用地屬於十四期的學校用地 在低密度的住宅區規劃大型的運動場館 性質互相衝突成為結構性的問題 就算在增加預算也難以吸引廠商的認同 建議市府應該練習他地重新規劃 比較可行 記者林建森 王龍濤 台中報導